第五題 根據上述實驗結果 大恩可得到下列哪一項結論 控制編因法 我們了解的是超重編因 就是我們改變的因素 和所謂的應變編因 也是我們測量的因素 彼此之間的關係 那我們看到它的實驗結果裡面 我們只有改變白角的第四五六次實驗 我們的時間呢 大概都是14秒 這表示白角大小與周期是沒有關係的 而我們只改變擺錘質量的第1、2、3次實驗 我們的擺動時間大約都是10秒 這就表示我們的擺錘質量跟周期也是沒有關係的 那我們改變我們的擺藏的 前面做過的第一次、第四次跟第七次實驗 這個我們只改變擺藏的實驗裡面 我們看到我們的擺動時間呢 有10秒、14秒跟20秒 所以就表示我們的擺藏越長呢 所需要的時間也就是所謂的周期就會越長 所以呢第五題問我們說 大恩可得到下列哪一項結論 我們答案選的是A 擺藏越長 單擺的周期越大 因爲呢我們改變擺藏 發現測量10次所需要的 擺動10次所需要的時間呢 就越多 所以呢第五題我們答案選的是A